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部分 我们刚才介绍了集合的概念 接下来就要介绍集合要怎么叙述它 它的写法,我们刚刚讲 可以一个一个列 但是万一不能一个一个列,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简单的介绍集合的两种写法 一个叫做列举法 然后一个叫做描述法 在我一开始所举到的例子 是可以列举的,列举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举出来 所以一个一个举出来的这个写法 当然很容易理解,但是 有一些集合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举 所以像我刚刚最早举到的例子是说 s等于12345 好,那当然这个是OK 我可以一个一个举 对不对,好,但是 哪些东西不能够一个一个举呢 譬如说,我说 所有整数所形成的集合 好,那这个所有整数所形成的集合 同学们知道 你不可能从12345 然后列到负1负2负3负4 然后负到,列到无穷大跟负无穷大 我们不可能这样列出来 所以我们在描述上,我们可能就这样写 我们就直接告诉人家说 这个是s,我们要的s 什么样的s所形成的集合呢 s是整数 这个就叫做描述法 因为我不可能去把所有的整数一个一个列出来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是 我想要把s 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集合 那什么样的s呢 s本身是整数 好,有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后面这边实际上是描述s的特性性质 然后把这样的集合结系在一起 就叫做我们所有的正整数 整数所形成的集合 所以你会知道我们以后所要谈到的一些数系 譬如说实数系 然后有理数系 然后或者说无理数系 整数系或非整数系 那不管 那那些数系实际上通通都是集合的概念 因为我把相同 具有相同性质的数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所以它本身都会形成集合 那描述法还有什么好处呢 描述法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集合 可能都不是这么漂亮 可以一个一个列 所以其实像这个也算是描述法 好,那我们现在把四的倍数都列出来 所以呢 四的倍数怎么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也可以用其他的符号来看 只要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都可以用来代表集合的名称 所以譬如说我要的是s 什么样的s呢 s是4k的形式 然后k是整数 所以当你这样列出来 是不是就很明显 这代表的是所有的4的倍数 好,包括什么负的啊,0啊那些 然后还有什么正4啊,8那些 全部把它列进来 这叫做4的倍数 好,所以那你在描述的时候 实际上也可以去描述一些现象 好,譬如说我去找一个sy 好,什么样的sy呢 我们可以把条件写在后面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的是 在满足3s加3y等于1 这条直线的情形之下 我可以把那些点全部都找出来 形成一个集合 那实际上这个集合本身 就是s加3y等于1的那条直线 好,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在集合的描述法上 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更广义的去描述我要的集合 那如果是列举法的话 它会受到元素个数的限制 有时候甚至写出来很复杂 所以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简略的方式 去描述集合的特性 接着我们来看两集合的相等 好,什么叫集合的相等呢 那我们就称ab两集合相等 那我们就是用符号来表示的话 就代表a等于b 好,所以如果往后同学看到 a集合等于b集合 这样的写法代表的就是 它们的元素完全都一模一样 好,所以完全元素都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说a集合代表的是s 什么样的s呢 s加1的绝对值会等于2 OK,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写法都叫做描述法 那像上面的这个写法 我们实际上可以更进一步的把s算出来 因为s要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稍微解一下的话 会发现s平方加2s-3等于0 这个代表s-1s加3会等于0 所以同学们都会解 这就是1或者是-3 所以实际上这个代表的方程式 这个代表的集合就只有两个元素 一个叫做1 一个叫-3 好,我们就直接把两个元素列出来 那像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的解法就把绝对值拆开 好,虽然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但这个基本运算 其实同学们应该都还记得 就把它拆开,所以是正负2 所以两个情况 一个加1等于2s等于1 然后另外一个是加1等于-2 所以s会等于-3 所以这两个的情况都是我们的答案 把它列出来就是-1跟-3 所以当我们把它实际上算出来 会发现ab两集合的元素 都只有1跟-3 所以这很明显 这就叫做a集合等于b集合 好,就是这样看的 只要集合的元素完全相同 我们就叫做ab两集合相等 那基本上集合相等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也很常用 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讲到什么叫做两集合的相等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两集合相等 那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双集合代表的意思当然是 当它成立的时候它会成立 当它成立的时候它也会成立 OK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在做一些实义上的证明或运算的时候 我们通常去判断两个集合是不是相等是这样看的 我们先在a里面去取一个元素 然后去看看这个元素会不会也落在b当中 如果会落在b当中代表是这一个方向的箭头成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 我们现在在b里面呢随便去取一个元素 只要这个元素我们可以证明它同时也落在a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反过来的这个箭头也会成立 那双箭头都成立 我们就说这两集合相等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集合相等是从这两个条件来看 一个是集合之间的互相包含关系 另外一个呢我们是直接在证明的手法上 是先在a里面取一个元素 去证明它也会包含在b当中 然后呢在b里面也取一个元素 去证明它也会被包含在 它也会属于这个a里面 所以这个元素同时属于ab当中 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两个集合是相等的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再来呢我们来介绍第四个概念 空集合 什么叫空集合呢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 就称为空集合 那不含任何元素听起来好像很悬 其实是还好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里面是空的嘛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在判断上面呢 我们通常是去判断这个集合的元素个数 如果它的元素个数是零 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空集合 那我们通常是用f这个符号来代表它 所以往后如果在集合的一些概念当中 同学看到这个符号 那在集合的领域里面 这个符号代表就是一个空集合 那我们如果用之前所学过的 我们去判断 这一个集合元素是什么 那基本上这个集合元素 那我们说过这个是算它的个数嘛 它的个数就是零个 好所以往后要判断的话 最快的方式是判断 它到底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元素 有没有 它的元素个数是不是零 好这样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空集合 所以基本上这个空集合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在之前提到了 简单提到子集合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子集合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就说 A如果包含于B当中的话 那我们就说A是B的子集合 那实际上这个fee 好这个空集合呢 它也会是子集合 它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这个概念的话 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 好因为一般可能你会觉得说 它又没有东西 那怎么会是子集合 所以这个概念要特别注意 好这个是特别 我们要去稍微讲一下的 它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好这个部分可能同学要稍微注意 所以有两个两种集合 是在子集合的概念里面 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空集合 一定会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所以任何集合一定会包含空集合 这样一个子集合 再来每一个集合的本身 也会是自己的子集合 好所以像我们刚刚之前在讲 那个子集合的概念的时候 有告诉你说 如果AB这两个集合相等 那A会是B的子集合 B也会是A的子集合 这就是我们在集合里面考虑的 第一种情况 特别的情况是空集合一定是任何集合的子集合 另外一个情况是本身也会是本身的子集合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额外在空集合这里 特别再跟同学做一下补充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两个例子 我们来确定这两个例子 它本身到底是不是空集合 所以第一个例子 我们先问同学 0这一个 好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0 对不对 这个集合是否为空集合 它会不会是空集合呢 判断方式刚提过 我们就是只要判断它的元素个数就好了嘛 那这个元素个数很明显是几个 一个 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个元素叫做0 并不是说它里面是0 就告诉里面是没东西 不是这样看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集合 里面有一个元素 所以它不是空集合 这就是我们的判断方法 那我们如果再举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例子也是常会见到 但是同学可能会搞错的 这个V是不是空集合 你不要说看到V就觉得它一定是 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空集合 因为这个V它现在被这个元素符号所包住 所以实际上这个V它代表是一个元素 然后V包起来 这个东西代表是一个集合 所以这个集合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啊 就是V本身 所以它并不是 每次只要找出这个东西 就说它一定是空集合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一个扩弧里面的元素 到底有几个 现在一样是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不是空集合 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符号呢 它代表是不是空集合 我们不知道 因为反正它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在集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存在的话 那它当然就不是空集合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已经把空集合概念介绍的差不多 所以关于空集合 子集合 跟我们最早所讲到一些集合相等包含于的关系 同学们一定要弄得很熟才行